在装满符咒灰烬的碗里倒入矿泉水 绿条渣渣在阴影而进 喝浮水是台湾传统民间习俗 不过却有民众竟然因此中毒 在攻守其今 有一对中年夫妻两年前 因为担心染上新冠肺炎 想要增加免疫力 所以跑到庙里求浮水 回家后两人和21岁的儿子 一起把求来的浮水喝下肚 晚上女儿下班回家 先是发现妈妈怪怪的 不但语无伦次还意识不清 送去急诊后 妈妈却在急诊室打抓狂 出现瞳孔放大皮肤发热等症状 医护都抓不住他 只好施打镇静剂 爸爸跟弟弟也出现方向感错乱 瞳晕等症状 同样送医治疗 后续有去追查是说 可能有一些曼陀罗花的一些 去煮汤 然后把它当作成是一个 抵抗新冠肺炎 医师营业正常发现 原来妙宫制制的浮水 是有毒植物 打花曼陀罗跑制而成 才会让饮用浮水的这家人 出现神智不清的状况 大花曼陀罗全株都有毒 举有麻醉症痛的作用 吃香度后会产生幻觉 严重的话还会昏迷 呼吸麻痹 古书记载有治疗气喘的功效 因此被未以为可以用来抗新冠 普通话比如有时都用 一面白白的花 还有这花 然后回去裹护灵 化了水洗洗洗 把小孩擦擦擦这样 不可以抗白 抗白那些 为祈求身体健康 民众花招百出 还是要注意成分不明的东西 千万别乱吃 因为健康没哭到 反而先伤了身 谢谢大家 下来的参与长报道